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 上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反对反共顽固派 1940年2月1日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 为了什么呢 为了生讨卖国贼汪精卫 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 不管日本调换什么内阁 怕这灭亡中国 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是不会变更的 中国新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 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 贵岛在日本面前 定立了日翁卖国条约 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 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 他对于反奖近来不大提了 据说已经改为连奖 反共是日翁的主要目的 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 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 他们就用权力分裂国共合作 使两党各自孤立 最好是两党打起来 这样 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 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 在河南就闹雀山惨案 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 在河北就闹张英吴打八路军 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 在厄东就闹成鲁槐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 在沈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 外部的封锁工作 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 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 又故请玄学鬼张军奈 提出取消共产党 取消沈甘宁边区 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 故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 做文章骂共产党 所有这些 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 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这样 汪金卫太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 两家里应外合 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 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 国民党都是坏人 都应当反对 我们必须指出 气愤是完全正当的 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 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 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 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 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 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 对于那些敢于到平江惨案 雀山惨案的人 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 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 进步团体 进步人员的人 我们是绝不能容忍的 是必定要还击的 是绝不能让步的 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 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 他们还要闹摩擦 闹惨案 闹分裂 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 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 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着汉奸 对于这些人 如果不加以惩罚 我们就是犯错误 就是纵容汉奸国贼 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 就是不忠实于祖国 就是纵容坏蛋 来破裂统一战线 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一打击的政策 全是为了坚持抗日 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 因此 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们 对于一切非投降派 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 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 是表示好意的 是团结他们的 是尊重他们的 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 以便把国家弄好的 谁如果不这样做 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 一方面 团结一切进步势力 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 这是一条政策 一方面 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 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 这是又一条政策 我们党的这些政策 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这就是 力争十局好转 战胜日本 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 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 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 力争十局的好转 挽救十局的逆转 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我们绝部悲观失望 我们是乐观的 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 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 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 中国绝不会亡国 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 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们今天开会 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 这就是 为了抗日 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 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 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 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 这是不对的 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 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 怎能坚持抗日 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 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 乃是假统一 不是真统一 乃是不合理的统一 不是合理的统一 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 不是实际的统一 他们高换统一 且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闪甘宁边区 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 中国就不统一 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 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 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 如果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统一呢 老实说 过去 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闪甘宁边区 真心实意的出来 主张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那就无从实行抗日 今前 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 闪甘宁边区和各抗日 民主根据地 真心实意的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 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 那就会弄得一团糟 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 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 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 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 闪甘宁边区 闪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这里一没有参观污吏 二没有土豪猎身 三没有赌博 四没有娼妓 五没有小老婆 六没有叫花子 七没有结党淫私之徒 八没有唯你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摩擦饭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为什么要取消他呢 只有不要脸的人们 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 短路派有什么资格 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同志们 当然不能是这样 不是取消边区 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 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 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 不是取消共产党 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 不是要进步的人们 向落后的人们看齐 而是要落后的人们 向进步的人们看齐 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 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 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 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 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 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 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连结政治呢 统一统一 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 要我们统一于投降 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 要我们统一于分裂 统一于倒退 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 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 做基础的统一 算得真统一吗 算得合理的统一吗 算得实际的统一吗 真是做梦 我们今天开大会 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 我们的统一论 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 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 这种统一论 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 做基础的 只有进步才能团结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 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 这就是真统一论 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 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 那种假统一论 不合理的统一论 形式主义的统一论 乃是王国的统一论 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 他们要把共产党 八路军 新四军和民主的 抗日根据地消灭 要把一切地方的 抗日力量消灭 以便统一于国民党 这是阴谋 这是借统一之名 行专制之实 挂了统一制的羊头 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 死其赖脸乱吹一顿 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我们今天开大会 就要突破他们的纸老虎 我们要坚决地反对 反共顽固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